8月25日由姚明业力夫妇主演的公益电影《爱的代价值非诚物价》举行了隆重的首映活动 姚明业力也是特地现身首映现场 连被倡导理性饮酒酒后不开车理念 现场很少同台的姚明夫妇也是大秀恩爱 在现场主持人的默契大考验游戏中顺利过关 在这部微电影中姚明饰演的姚老板极拼代价司机 从而引发了一连串有趣的搞笑故事 虽说只拍摄了短短一天的时间 不过对于姚明的超高身高而言依旧是很有难度 不过好在拍摄微电影还是让他大有收获呢 除了里面太太这个角色比较好找演员 确实有这个问题 但是为了工作嘛 所以其实也不是很长 一共总共加财留一天几天 所以坚持下已经过来了 而且对我很辛苦 其实对他们也很辛苦 你试试看养着脖子 对着一个灯泡去说半天话 你也蛮累的 因为我太太她平时不太化妆的 说实话 所以看到她有时候化妆以后 挺给我的感觉挺震撼的 挺就是没有想到 是不好意思还是别的 这是不好意思 肯定是不好意思 给我一个很惊艳的感觉 因为确实不太看到她化妆 包括今天今天这样 因为我们平时都 我们平时都就是说 用你们的话 用你们的行业的话 都素颜吧 电影中杨明的不少表情特写 都相当具有喜感 演技似乎也颇有看头 不知道她有没有往电影圈发展的计划呢 我没有往电影方向发展的计划 这次主要是由于工艺的目的性 所以我们首先是从工艺来的 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如果纯粹往电影方向发展 我认为我不是这块子 此前姚明在厦门参加慈善活动 姚明夫妇指导女儿姚庆磊打篮球的照片 也随即在网上曝光 厦门当地媒体称 三岁多的小庆磊身高已经达到了1.3米 对此姚明在采访时当机遇了否认 同时也表示自己并不会干预孩子将来的职业 她现在没有意思 不要乱猜测 真的没有意思 那实际身高差了很多 可以跟你说差了很多 现在这个阶段不给她任何压力 让她去 只是教她一些规矩 一些礼貌 她的兴趣爱好 和她想要做什么东西 我们不去做任何 太早的规划 我们只是想去看看她 喜欢什么 希望做什么 现在的小孩 现在这个年龄很 想象我们自己吧 三四年之后 如果还想到钱的话 都是 我们上海人讲 三分钟热度 就是经常会换很多兴趣 玩一样东西 扔一样东西 这样子 您看到在厦门那张照片 其实就是在她的场面 看一下玩玩 更多是我们自己在过瘾 我们自己在投两个篮玩一玩而已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